影片即將開始囉 拜託訂閱訂閱訂閱 訂閱一下啦 因為我是不想跳 怎麼可能好人是通靈師 然後不上來競選拿警徽啊 五號你報錯我的身分 我可以直接認到你們誰是真是假 三號淘汰請去淘汰區 前面可能搞了一點花招 在這裡有Sorry I'm sorry すみません 一號六號七號 被殺死 是真情緒不同的愛情 那四號如果你認五號是真通靈的話 你應該要保除 可能因為三號是超重的 所以你要說他如果是機械糧的視野 他沒事的 然後他認為我有可能作為他的狼同伴 他還打我打得這麼重 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如果你認五的話 你應該會認為我比較好一點 可能還要再去懷疑說 九號這個三號發的精髓的身分吧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知道我是好人 所以我的視角認八跟十是好 所以我覺得四九吧 反正看通靈的事情怎麼歸啊 因為我剛剛本來是說一比二好嘛 然後一走了 所以我剛剛的狼坑就鎖在二這邊 可是因為我又想到三號是一直推二 一直推二的 然後我剛剛講 因為他抱對我身分 我還在這邊講說拿牌 想說 演一下自己是神職這樣 可是他是抱對我身分 所以 我沒辦法 我就只能出三 然後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覺得三號他是井下跳通 高機率是那個機器人 他想要直接裸著 然後告訴他的同伴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的話 他又一直打這個二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就聽不懂 所以我現在可能會把 這個票所在二跟四 因為二、四是剛剛跟三比較有互動的 兩張牌 一個是三一直打二 然後三一直保四 但是三井上有多做一件好事是三有炸 四井上有多做一件好事是四有炸五 那 我比較猶豫啦 我比較猶豫 但是如果照我第一輪講的 一比二好的話 我可能 如果要盤二是狼的話 只能盤說三真的是機器人 他跟你真的不認識 然後他就再打一個 副收益 副收益 他就覺得你是狼孩 打你的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Kennie太副了 Kennie整個 副 Kennie 我搞得好爛喔 Kennie那個副 得不到證耶 所以 不知道 所以我 我肯定一下後面 我是鎖在二四 對 過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想 這個就是有狼屋的局 狼屋一定知道自己模仿的人 是 所以狼屋 狼一定知道 機械狼一定知道 女屋是誰 那他晚上的 所以女屋一定已經走了 我剛剛就在想說 如果三號不是真通靈的話 那狼屋幹嘛要毒 女屋 是這意思嗎 那為什麼要圖神呢 因為 狼屋的毒不是可以無敵嗎 所以 五號不死的理由是什麼 啊 因為狼屋 守衛 就算守五號的話 狼屋還是可以把五號毒死啊 那 狼屋選擇外置位去毒 毒掉女屋 那是不是代表 三號是真通靈 他們想要圖神呢 真女屋應該走了 所以 我覺得七號 七號是狼嗎 我覺得還好啊 所以這裡面應該是走兩個好人 然後一個被女屋堵掉 那我覺得 1137裡面 我覺得 開女屋 我覺得是被狼屋堵掉的 因為 狼屋知道女屋身分 我個人覺得啦 所以 我覺得這裡面開女屋 如果五號 抱住我身分的話 好像只能出四啊 因為我覺得二九都很好 但我想出十 我覺得十好 有點像藍 可是 五號驗十是平民啊 對啊 因為 因為九號 剛剛那個我覺得聊得好 不像狼喔 怎麼會去盤說 那個 機械女屋怎麼不毒 因為機械女屋一定是去毒女屋的啊 因為女屋 因為都知道女屋是誰了 他就直接把 而且機械狼跟狼的人又 不能見面 所以他一定是把女屋堵掉 是最大的效益 他再起來穿個女屋 不是很好嗎 但 當然這個也有可能叫做 機械狼學狼人嘛 就是晚上就是都砍到嘛 可是我覺得二九真的都很不像狼啊 二號聊那個九號聊那個 那你驗五號是平民 那就不存在五號 十號是平民 因為三死的狀況下 你驗十號是平民 十號叫鋼鐵平民牌 就是你四號牌 如果你認為二九都好人的話 沒有坑啊 你就只能是四號牌啊 因為真的沒有坑 因為你要認五號是通靈師喔 十就是一定是好人 因為不可能五燕十平民 因為這個局就是 機械狼一定叫學狼人或學女屋 所以十一定要鋼鐵平民牌 如果你認五是通靈師的話 那可是我聽二九就真的不太像狼 那我只能出到四號牌 如果五號報對我身份我就出四號 只能這樣 當然五號如果報對我身份的話 就五十雙狼吧 我覺得吧 可能成這樣吧 八也是平民啊 而且八十都一定兩戰當鐵平民 因為有第三刀出現 所以狼 那個機械狼一定是複製了 一定是複製了女巫 或者複製了狼人 所以我驗出來的平民一定都是 鐵平民 就是一定是金水平民 我想要出的是九 因為九其實已經自己聊爆了 他說什麼狼巫為什麼不讀我巫 首先第一點 機械狼又跟狼人不見面 他自己站不到那邊是很正常的 第二點是 如果你是已經複製到了女巫 那是不是直接把女巫給毒了就好 怎麼可能還毒我五號 所以這個就兩點了爆 而且其實三號走的時候 他都不敢把你九交身份 所以我就覺得 可能他還在幫你九譜點吧 所以我一定是歸九啊 然後我是覺得歸九應該遊戲結束 那如果沒有結束 那我就去二四隨便驗一張啊 反正如果 可是我有可能是最後一層 有可能是決賽拳出我不知道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是狼巫的話 那女巫就一定走了 女巫一定走那就 就只能騎到所謂啊 因為你十跟八兩張都是平民牌 就沒什麼好報不報的 那所謂也不在 那可能下一道 如果我頭上的遊戲結束了 那我要歸九 我二四驗一張 我就隨便驗個二吧 我覺得二四都不像 我覺得應該是不用再驗人了 請大家進行籌票 請大家進行籌票 三二一請籌票 五號淘汰請去淘汰區 請發表兩年 那個巴尼一定是平民喔 那場上一定可能還有首位 場上就應該還要有首位 因為如果我盤一六七 得有張女巫牌可能走了 那可能場上一定還有首位 這樣吧 那我給 我給 十好了 我給十 我給我 過了 田彩授 открыł 首位新陳年 選擇你要守護的對象 首位七十第一 天亮七十真夜 昨晚九號被殺死 此真心事有愛局 没结束吧 警長 警左或警右 警長 二號 開始翻 不知道耶 所以八號剛剛票五號 是因為五號報錯你的身分嗎 那你就是首位嘛 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我是平民 你是平民 一定還有一個神 然後167這邊可能有女巫走 跟狼巫走 然後一個被刀的 所以八號這樣的話代表八號是首位 然後十號是平民 我是平民 那就是現在四號 我只排到這樣子 就是這樣 對 過 就是二號了吧 因為五號他不是真通靈啊 所以等一下喔 所以真的是機械狼有可能是學到狼 所以他們有兩刀 也有可能學到女巫 但是因為九號剛走了 我覺得他很像神 所以代表女巫或首位其中一個還在 如果機械狼是學到狼的話 他們還是有兩刀啊 所以也不一定是女巫死掉了 所以應該你們就拍身份就好 我才是平民啊 那好他如果不是真通靈 那也有可能 十號是他的狼隊友 然後他故意發他一個平民的身份 我是說現在只能變成是這樣子 因為我非常知道我是平民 那他是假的通靈 所以也不能代表你一定是真平民 因為現在我才是真的平民 那他是他應該不是吧 反正我現在坑就是二跟十 你現在一定是好吧 因為你剛投他啊 他發現精髓你要投他 所以我現在只能認八號的身份是最好的 我覺得二號是從頭到尾最肥的 然後如果三號是真通靈 那他從頭到尾不就二號也一直反彩嗎 就是三號也打二啊 他也保四啊 所以絕對不會是輪次不會到我 過 我讓你發言 手會牌 但如果你十字好人 好像只能推四 可是 我跟你講昨天很好笑的事情是 我是空手的 因為我是不會想要守二跟九 因為我覺得有可能打到決勝局 那我覺得狼隊好像也沒有刀我的感覺 是因為五號好像在第一話說 我是一張平民牌 所以就賭吧 就賭說我能不能守到那最後一個嗎 如果推錯的話 就這樣 我就守未牌 那我看十的八眼嘛 我自己覺得二蠻像好的 那如果我真的保錯的話 出錯的話 除非叫做二四十 還有兩張狼人牌 可是我覺得七可能是獨對的 所以就三六產一狼嘛 那我覺得可能四十 我自己覺得可能四十 那反正 這個因為他給警官有可能髒他啦 有可能 也可能是給狼同伴 都不一定 這個都不一定 但是反正我的守未牌不會出到我 就如果我沒有 抓到的話就看最後一碗 能不能守到 就這樣子 如果出錯的話 我自己是比較想偏 因為你說四跟十嘛 可是我是 我是單純想用票型 覺得是二 因為剛剛那個票型就是差一票 差一票 就是九號就會被推出去了 因為警長1.5票 所以我沒辦法 就是剛剛那個節骨眼是 只剩二站在五的邊 你懂意思嗎 因為我覺得那個票型是 沒辦法騙的 那如果我們現在回頭 好 三是真通靈 那他踩二踩對啦 然後五 我剛好看了一下 五一開始的 警徽流本來是先三後二 後來二完全就不見了 就不在他的任何警徽流裡面了 他一下要驗八 一下要驗誰誰誰 所以 會讓我覺得二不見了 那又回到我一開始一開始追了 我覺得 1比2好啊 一走了 就是 我歸回來是這樣子啦 我是想走二 因為我覺得票型最直接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出了九 他就是 上一輪還站在我的邊出了九 他在衝票 你們幹嘛 你啊 對 過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2號 淘汰請去淘汰區 請發表名言 4或10吧 我原本只有懷疑4啊 可是10號 我覺得10號 你們覺得我一定是狼的原因 是因為我跟著5號一起出9號嗎 那是因為我 當時不知道 我又不是8號 我怎麼知道他報 我那時候就是從頭到尾站在那邊 所以我投票的時候 我還是從頭到尾站在那邊啊 然後我 你們怎麼會知道 8號知道他報錯身分 可是我沒看到嗎 反正 就這樣 很親密 好天黑 請請閉眼 守衛請是真言 選擇你要是爽補的對象 守衛請閉眼 機械狼請請再探補 機械狼請請深夜練練 機械狼請深夜練練 機械狼請深夜練 機械狼請深夜練 金械狼請深夜練 今晚的耐高手是日 狼人請殺人 狼人請閉眼 天亮請真言 左管四號被殺死 死真承擔的同態局 遊戲之復的協助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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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應該出不久了 我一直在看雨婷 是不是要頭 我不確定 妳要那個 我不確定 雨婷出不去 我其實也出不去了 但我沒辦法 你第二天是自首嗎 我首四 你首四 我第二天要高你 他說你是平民 不然我們直接贏 你是狼嗎對不對 不是 我們是跟我們一起上 因為我是機械 我學到凱希 他把我精髓 我也知道 他是我的狼隊了 你學到凱希 所以我就死不會只在你邊 所以我第一天打到你 你打到很準 我就想說 我怕跟你們同道 所以我到一個最奇怪的地方 那女巫 你是女巫 你打到女巫 我們以為你驗到女巫 我們以為你驗到女巫 我也以為你驗到女巫 導播你再看一下 我已經被她發精髓 那表情真的被你的狀態騙了 沒有 因為我也嚇到 我想說 我是真的嚇到 所以你為什麼會發她那時候 我真的就隨便 超過你們其中一張牌 不是 因為她票型 真的只能出到她 因為我覺得滿目瞻 因為如果你是 我那時候講說二跟十 但是因為你的票型是頭五的 我就出不到你了 對 就差你一票 我有在看你們默默牌 哪邊哪一個要舉起來 然後我看不到劉雨婷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辦就差劉雨婷一票 那我現在直接九 不是整個爆了很難 我就不敢 你給我上街 打我 好可憐 這好可憐 但她也也還真的 我想說九九來一次比較特別 就是讓大家看得比較精采一點 可是我如果 很棒 應該發那個 我應該發李懿 應該爆出她真的身分 你們可以才能站回來 所以因為我也是很害怕 爆身分 很怕那個 是 你居然贏了 你剛剛錯過兩次 我剛剛本來都贏了 你拿兩次 一次是衝突 直接刀她就贏了 沒有 因為你看 你應該覺得她爆 我就怕 因為我爆錯了 對 我已經爆錯了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 把她是神 我強歸那個的話 強歸十的話你會跟嗎 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 我超怕的 因為你手會 你身分那麼大 你就知道她不是真統領了 你打到我下 其實我想出你 因為我隔天守你 我想要強出你 至少我 倒跟十我可以選手 是沒錯 那想問東東 你那個時候 為什麼會覺得想要獨棄 你那個時候已經站隊 你想要站在三個邊 還是你其實覺得七很像 因為我覺得 她頸上棋 我覺得沒有很像 但是因為頸下育 我真的有點難站邊 然後我這樣聽 我覺得七滿像狼 而且在工作 做她工作 然後她其實 對 站邊很猶豫 但她上票卻上給你 所以我就覺得七比較像工作狼 那小寶 妳覺得 因為妳從頭到尾 沒有在演 我被演技手 我沒有在演 我在淘汰區看她演技 因為我是真的嚇到 妳在發音的時候她這樣 哈囉 枕頭 是我是真的 謝謝 因為蕎光啟燈第一個 她把妳進水的時候 她鐵保妳了 不管妳是不是焊掉 因為她發她精髓的時候 她第一個動作是 幹嘛要驗我 為什麼要驗我 但她還說你 你報出我的身分 對 為什麼要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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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報我的身分 真的 妳一直比妳報身分 妳心裡壓力 妳都沒有很那個 而且妳報完 我們都看妳 然後妳還唱對啊 沒殺個口 妳還給我一個 妳給我一個這樣 妳這樣演嗎 卡錫如果是妳 妳也會這樣演嗎 她演完之後她默默就是 把那個三號牌子 放在最上面 對 想說先讓李懿她們看到 對 想讓李懿她們看到 好貼的 超貼的 妳等到小動作 我還跟她講說 妳給我的那個眼神也是 好像感覺她報錯了 對 我還看妳一下 妳這樣說 妳看她給我的眼神那種 我是生姿 她報錯了 我說 Yes 維靜 你那一雙一下就舉妳 我舉她 結果她說 維靜妳不要被騙了 妳看我這麼 嚇死 其實妳剛剛好像真的可以直接講 妳要歸我 因為妳已經守我了 然後妳就可以讓她選 就是選說妳要守 其實我那一碗 我那一碗是想空手的 我那一碗本來是空手 然後我又拿掉面具說算我守四 因為其實我想空手 然後我因為我空手的話就是 再賭下一天我就比較可以 都可以守 對 因為這樣的話我四就不能守 超偶的 好 這一局還是可以票選MVD下 好慘 想一想 真的要把運氣好啊 對 還跟妳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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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簡單的 超簡單的 對 不知道 分頭很累 四 三 二 一 偉信啊 偉信啊 剛好 然後他都懂不到你 謝謝 剛好 剛剛好 好的 想要看更多少要討論呢 記得訂閱娛樂版 版的官方Youtube 或藍莎 我們下次見 好,我們上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